我还记得差不多十年以前 我到国外去推广台中 那么大家对台中真的不是很了解 有的社团请我演讲 我换灯片讲台中美丽的故事 这个我很会哦 我讲得很好 结果讲完了好些人来握我的手 有一个老太太就拥抱我亲我一下 然后说哎呀你真是你们台中最好的代言人 下一次我到泰国去一定去看你 我心里一想我讲了半天 台中不是台湾哪 可是你知道吗 在外国人的心里泰国都比台中有名 因为有个电影叫国王于我 因为优伯连拉演那个电影啊 他的头剔的比我光 所以以后我再出去演讲 我要把头发剔的更少 这样让台中发光发热发亮